另外一个我相信很多香港人移居去伦敦 教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也知道什么叫好校区 例如outstanding 但是在信息搜查方面 香港人可能不太知道 经常要靠他们听你的讲座 其实你也有些方法可以让人知道哪个校区 很多很透明的数据分析 大家其实如果不知道在哪里起步 起码你知道哪个城市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 Mission State 你可以去查一下 例如我先当伦敦 你去搜寻 其实这里就会走很多学校出来的 中学、小学 我们先做中学 政府学校还是私校 就可以去搜寻 如果很差的都出来了 到处都有 你就会看到哪个位置会好些 那你如果是自住屋的 你有某个区 那你就当然是 尽量买回近这家学校 它有个叫做Cashman的东西 Emission Criteria 是的 那去哪个圈圈呢 那我这里也录了一条片给大家看 有其他网站去辅助 你真的zoom进去 你是应该东南西北 在这个学校哪个位买呢 那你可以去看看那里 有另外一条片 那我把那条连续给导演 可以用 所以可以用这个网站 嗯 好 这个就是说 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搜寻到 还有你刚才说了 投资就不一定要投资名校区 有些人就不是 名校区我当然投资了 投资了之后它升值比较高 你怎么看呢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就不会买那些名校区的 因为那些呢 通常都没有价格 还有就是你入场那时候都贵的嘛 那你入场贵的 可能30万磅40万磅 在Manchester你买到那些名校区 但是那里的租金回报就一般的了 那相反你拆散你40万磅 去买三间不是名校区 但是都叫做好区的15万磅的屋 那那里收到的租 加上是会多于你一间名校区的学校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除非你的儿子是为了搬去那里住 让你的儿子在最快的那里住 不然的话你就不要想了 因为已经贵了了 是的 是的 除非你自己有机会 有小朋友同志住 你就买到那里了 你是不是都要住一间 当然住得好些了 那另外就是 买楼呢 香港人都很聪明 很聪明的买楼 香港人用共干买楼 你想想借到九成 那都敢的 那在英国买楼呢 如果我假设 两个假设 第一 将来的楼价仍然会上升这个轨道 第二 收租回来的钱 就是那个回报率 是高过我去供的 那就是可以将这个公干 放假一些 但是 如何借钱呢 借钱难不难呢 是的 简单回答大家 就是英国是借到钱的 OK 很有趣 香港人可以在英国借钱 是的 香港人不用飞英国 是可以借到英国的钱 不是借回香港的钱 借回香港的钱就没意思了 因为你会借尽的 但是英国很有趣 有几个点 就是按揭上很多人不知道的 第一 你可以作为香港人 作为外国人 有外国的收入 就可以借英国银行的钱 这个第一 第二 第二就是 那多少钱收入 大概两三万元港币 起步 你当两万元港币 如果两万元港币都没有 你就没办法了 你怎么都要找份工 是的 有的 第二个点就是 你借到多少了 有没有压力测试 那些 很多人就只有两万元 借到多少呢 就不关你份粮事的 香港就关你份粮事的 那里就是你买那间屋 它的收租能力是多少 所以如果那间屋是收租能力高的话 它就借给你的了 借完这间 借那间 借完那间 借完那间 总之那间屋是有租收的 而租金回报是高的 就可以了 这个现象 香港人是完全不明白的 第一 你供第一层楼 借钱第一层楼 你要看你的入息 是吧 因为香港人第一 年纪很重要 如果你年纪和收入 年纪大些 他根本就不借给你 是当你快死 但是 如果英国 你借到第一笔钱 第二 拿来买第二间屋的时候 他就不是再看你的收入了 他就看你那间屋 的租金有多少 没错了 没错了 有点理想 所以有个情况 大家如果听得明白 听不明白 就没办法了 那个情况就是 香港 你有多少钱都好 你都会借尽的 你都会借尽了 从而你就算一路有首期也好 你买不到很多楼 当底买也好 但那边又不是 你有首期 那间屋也是收到租的 那他就借给你了 那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一路借钱 在那边 好了 我想问一问你 你一路借钱 始终我们也要提供一个 叫风险的评估 那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要怎样可以 用一个风险的意识 不要借 什么叫借多了呢 对 对 有没有风险 对 风险就是第一 楼价跌先 就是第一楼价跌 楼价跌之前 还有一个风险的 就是没有人租 你有人借 你借了 但是没人租 但是这个已经第一个问题 我们大前提就是 肯定有人租 这个已经不需要谈量 除非你跟我说 因为英国是供不应求的 供不应求的 就算你买一些偏远一点的 都有人租的 所以肯定有人租 供不供得起 另外一件事 伦敦未必供得起 就是可能你的案件 要还3,000磅 然后你收租金可能3,200磅 是刚刚供得起 那你很危险 万一那个减租 那怎么办 你就要自己偷 所以一定伦敦就很难去 不停卖楼 你希望租金够够 够够的 够够的 但是你没得待的 但是在曼徹斯特那些 就是可能你供楼是供400 但是你收租就收800 基本上是一个double的 那我减了之后 还有400 那我当你减租 700 700-400 再减租 600-400 你还是正数 不用自己嘔吐的 那你就不介意借了 是租客还的 我想如果观众听了这些 你自己一定要衡量自己的风险 始终呢 刚才说了 出租不了 或者是一个大方向 改变这个世界 有很多白天鹅 或者黑天鹅 白天鹅出来的时候就麻烦了 那我觉得就要安住 虽然有这样的可能性 香港人就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 就是杠杆比香港大很多 但是我想你自己 一定要看着自己的风险 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还有最重要的是 楼市的周期 你要看到 你要懂得看 现在就相等于香港的2011年左右 那还是上升位 还有还未昂贵 但是如果楼价贵 他就算肯借给你 你借完 你怕楼价会下跌的 那你就不要借 你就不要买了 不是不要借 那一刻楼价就不 就是那个周期 就在楼市的周期中间的 英国 那这个长话 我们再谈一下 好了 那说完这个叫做投资 那就算是挺好景 它都有一个某个程度的风险 我们要小心 那另一个风险呢 就是中伏 中伏 中伏 那有什么伏呢 有买了之后起不好 有买了之后就走订了 那我也升线 有些亲戚直接买一层楼 那他有两年的租金回报 然后现在突然间 没有人帮他出租 不知为什么 那个出租的人又不知走了 那或者有些买了一些楼呢 会不会有那些什么棉 叫做石棉 石棉 香港就有了 香港就很害怕的 你第一件买楼 你就查是否空窄 或者铜层附近 但是那边 很多人就以为有空窄 但是那边就没有空窄的 相反的 那就没有这件事 反而空窄就没有所谓 但是其他东西就有所谓了 很多其他的 你觉得没什么所谓的东西 会令到房子 变成所谓的空窄 那个空窄意思是借不到钱 借不到钱 例如某些房子是很近河的 那你又看到河境 和旁边不是河境 又同一样赤架 那可能你又挂着河境 但是这些不好的 因为房子始终是在地上 有机会 不要今天不要明天 可能十年才一会 就是河水泛滥那些 会有机会冲到你的房子 所以有时有些银行 就看你的房子 看完之后有risk 那就不借了 这些 这个举例 譬如你的房子的物料 譬如宅宅 有些还在用一些 以前伦敦大伙那些 不合规格的外场物料 那整栋就借不了了 那A长就会跟你说 那这么便宜 十几万磅 你cash buy 我们做不到按揭 做不到按揭 你说没所谓 我有钱cash buy 但问题不是你有钱没钱 那问题是 下一手买你那家屋 那个人 未必有钱 那他不借得按揭 他就不去买 就是有一条条例 他不通过这条条例 意思就是他没有时间 插了那些药物 然后就没有 那条条例 那条条例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房子 我就少碰到的 房子就少一些 这些情况 当然房子 你这么有经验 为什么你就少碰到 意思就是 你隐隐言 就是房子 不要买了 你给我刚才 我就买一些 房子 房子 我分享一件事 我就不会买那些 叫做很高楼大厦 那些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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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漂亮 有回所 那些房子 我就如果买 我现在买了一个 是flat flat 就是一个单位 好像香港的洋楼 或者唐楼 就没有设施 只有走廊 那些是值得 因为那些 有机会以前都是一家 很大的房子 去改建出来 我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 好了 那我先看一下画面 大家 好了 好像这一块 那其实 你看上去 一间好像很大的房子 那这个呢 就是Lis 那我就刚刚买这一间 那你看到 不是一些很fancy的房子 我还要有个外墙 那里面呢 就整了有 九个单位了 那这个九个单位呢 是一个 就是六个两房 三个一房的单位 那其实这些就是一些flat 你当它好像一个 香港的唐楼 里面有九个单位 那这些其实就不是houser 是flat 那我现在就target 这些 一件一件一件的东西 那就不是伦敦了 那你就说这些有什么好 其实这些呢 很便宜的 大家估计几千 这个呢 是六十八万 就是 你说是黏在一起 还是左上边右上边 这两个加起来 整个东西 加起来 是啊 整个东西 里面有九个单位 连起来 这个停车征 很大的 所以这个 你帮我计算一下 你帮我计算一下 现在这里你投资 接着那个互补多少 这个我当全cash 买先 which is 我不会 有钱都不会全cash 买的了 就是银马高一定借岸 但我当全cash 买呢 就是银马高有六七 怎么都会找到的 那你说收不收到这么多 其实六万 除回十二千 就是每月收到五千 但是在九个单位收的 不是一个单位 那除九了 那其实每个单位收五千多磅 五百多磅 五千多港币 那其实这些屋都是要这样的 只不过这个是综合了一块东西 那里 所以那好处综合了 而最后呢 我当然不会拿六十八万去买 我拿六百零零零零的三成首期而已 我放下二十万 加上勇啊 利欣啊 所有东西 我大概摘住可能二十五万磅 嗯 那我摘住二十万磅 就控制一间六十八万磅的屋 那我的利息了 那你就算一下六十八万 成 我做到七成了 现在几个零度呢 是啊 这里我做四厘半的 四厘半 你说四厘半很高啊 你就算一下底不底 乘四厘半 就是一年我要给这个利息 除回十二 我每个月要给一七百五 利息 只是利息而已 没有公留的 那刚才我每个月收五千 那我减了五千 就是我每个月都再代三千 是 我还代三千 那但是我的付出 那我三千 乘回十二 就是我每年代的 那我就摘住 摘住我二十五万磅 那就是我其实 乘回一百 我就由百厘 就弹到十五厘 嗯 我这个回报 租金上的回报 所以其实做完那个按揭 是抵了 整件事 他英国买房子呢 他有个特点呢 就是他不用还本 只是还息而已 是啊 没错了 你买一个也是 你买一栋也是 那就是套住资金 那个 怎么说 数字就会小一点 是的 那我就是 我只给了首期 那首期二十五万磅 就是二百五万港币 那很多人 香港 就是李奥特 买了房子 都打算预了一两百万的了 那其实就可以买一栋 通过按揭 那这个就是Ellen 就是专业的投资者 那你 香港人呢 如果 怎么说 他不是那么专业的 他什么渠道下面 可以让他自己相对专业一点 就是 其实你问多些 看多些 你先看我的YouTube片 YouTube片 已经讲了很多东西 我还给你导演来 就是听到头尺 那他 香港人有时候是这样 香港就 什么东西都方便 律师啊 你几乎都不用去 走去律师楼 搞定所有东西 签两个字就搞定了 但是英国始终就乱了 有些人英文也不太好 那你有什么意见呢 在这方面 如果你的语言也不太通的 那些东西也不太熟 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 其实语言也不是太有问题 英文而已 你不懂 你的朋友一定懂的 那律师也有香港人的律师 就是香港人移民了过去 讲广东话的律师 那A群也有讲广东话的A群 装修也有讲广东话的 基本上 纯粹这些文件是英文而已 不过上次呢 你介绍了我有个律师 有些年轻人讲广东话的 小时候去了 那个我就很印象 就是他真是 很少年轻人那么肯 每个问题 就是抓住你 就是在这个视像里面 抓住你每张图片 真的在那儿看 明白吗?明白吗? 我说你年轻人 我说你没有拍拖 你这么多时间 我逐个来 他不用心 他直接逐个逐个来 这个就很不错 我这个经验就是 你可以用回香港的经验 都是用广东话沟通 我想广东话的好处 就是你出错机会少些 是吧? 是啊 你明白那件事是怎样的 你不用顾顾一下 你可以问到尺导 就是英文 有时是不好意思问 或者问不真明 都知道错了 100万 他又不知道原來是一億的 計算一下英文數字 多少十千等等 是啊是啊 所以都可以用中文的 OK了 Ellen謝謝你 今天假集了很多朋友 集中在這裡的一個問題 因為有時候可能很多地方 都聽到不同的意見 這次你集中一些問題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給我一些連結 我就可以分享出 你做了一些網上的教材 讓人知道很多不同的選擇 OK好啊 我發了一些關於剛才你問的問題 我發給你 不過最後呢 我都要提提各位朋友 記住啊 投資呢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知識 還有呢 就不要沒有太大的風險 一定要很穩陣地 累積你自己的資本 OK 謝謝阿隆Sir OK 別客氣 謝謝導演 OK 拜拜